这份Word文件通常老板会给你 他会跟你说20分钟之后麻烦你帮我做完简报档我要去开会 你没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形 好这时候你就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 这些Word的文件 这些Word的文件 例如说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标题文字 这个标题文字呢你看它放在常用底下的样式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是次标题 它放在这里 我把样式表档先打开 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标题 第二个是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这都是内容文字 这些图片表格 好这边这就是一个标题文字 这些标题文字全部都放到简报里面去 你以前你怎么做 你是不是打开PowerPoint的准备用户子贴上 把Word的某一个标题文字 然后贴到PowerPoint的某一张某影片里面 例如说你是不是这样贴 例如我做一下给你看好了 只是说我不希望你再做这件事 打开PowerPoint的 好第一页就是Office2010 准备40招 对不对 打好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长相底下有个新同影片 新增同影片 那我就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把刚刚Word文件的 成功简报关键篇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标题 对不对 好假设我们今天就只保留文字好了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要贴什么呢 就贴这个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的架构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贴上 你是不是就贴上 那请问如果你有100个标题文字 你是不是要贴100次 那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做 因为只要是人工做的东西 它都有可能会做错 或者是说我们包的水饺 一定要人工包才好吃 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个问题就是说 大小可能不一 对吧 这个操作有没有更快速的方法 有 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件事 这边我们不要这样做 好 这是一个Word文件 你打开来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里面 有没有一个功能 可以直接把这种标题文字 直接转给PowerPoint的 有 可是我希望说你 听完一次你就记得住 好 那记不住也没关系 你看哦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档案 它把功能已经放在选项 在这里有 制定功能区跟快速存取工具列 在这里 快速存取工具列 而且它把 刚刚我说的那个功能就是把 Word的标题文字 直接转给PowerPoint 这个功能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那我们现在往下拖离 大概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调整一下 我也只能说大概 有一个传送到PowerPoint 这边传送到PowerPoint 等一下你要花一点点时间找 大概你稍微知道一下 拉到四分之三 这个标签位置找到这个 好 把它新增 我现在暂时放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 这边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可以吗 确定 这边这个功能 你只需要点一下 剩下就是电脑的工作 你本来是不是在那边 复制 我的里面复制 PowerPoint里面贴上 复制贴上 一个小时之后 说不定你有贴了38个 还有两个 辣掉有可能吧 现在你看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为什么要让自己 就是 处在那种 很紧张的时候 只有20分钟 然后你满头大汗 不能优雅的去做电脑福利 不要这样子 这样不好 OK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 大概知道怎么做这件事